那当然说议员请教一下 就现在看到这个黄珊珊的动作频频 或是不做动作也会被大家放大来关注 现在在民众党内这双簧的各自发展 黄珊珊的托团演出 到底是为了救自己避免卷入金华城案 是在表中呢 还是像蔡正元委员她更研判 黄珊珊是不是要比照之前李鸿军的模式 希望可以让经上看到来追逐司法院的副院长一职 先从金华城来看 金华城这个案子大家一直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黄珊珊都没事 即便后来北俭约谈了两次 但大家知道第一个时间太晚了 该揭露的案情 她都早就知道北俭都在争扮什么 她早就已经帮自己铺牌所有的说辞了 第二个我根本觉得那个北俭约谈黄珊珊 是演一出戏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都在问说 为什么没有黄珊珊 为什么都现在不约黄珊珊 所以北俭约好 我约一下约一下 所以之前大家一直觉得说黄珊珊 仿佛有一道光照着她 所以司法都不敢动她 便当会也有她 政治现金也有她 可是她都没事 那一道光是什么光呢 那一道光叫做黄鼠光 所以大家觉得说黄珊珊就是有一个好哥哥 永远有一道光在民进党内这样子闪亮亮的照着她 所以她就没事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她本身一直也都走清律路线 从第一次得到小英总统的赏识 民进党礼让她在内湖南港选立委之后 她就觉得说哇 知我者英文也 所以她就一直走这个清律路线 所以她本身清律 第二个她有一道光是在民进党内部 第三个我真的很怀疑 当时柯文哲一个用最讨厌绿最反绿的黄国昌 一个用清律的黄珊珊 柯文哲就是在投机包牌 我两边都有线路 然后到时候看哪一方面给我的价码比较高 只是后来民进党不甩她不跟她谈吧 大家记不记得立法院投票前夕 你怎么不是来跟国民党谈呢 你去跑去跟民进党谈 要不然你支持我好了 我这几票就投下去 她是跑去跟民进党谈哦 所以这个就是头来暗期柯文哲也是 后来大家记不记得上个会期刚修会的时候 就传出消息说 哎呀柯文哲透过陈钊之 就是要跟柯建民见面 双柯要会谈了 事实上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 所以不管哪一些理由 我觉得柯文哲他有意要营造一个就是 我代价而沽 我民众党代价而沽 你们两边如果自己不来买我 我就搞破坏 就像去年选举一样 去年选举不管是他或者是民众党 都非常公然的是说 我有能力让谁不当选 我或许没有当选的可能 但是我有能力让谁不当选 譬如说立委他也威胁国民党 我如果每一区都提人的话 你们国民党就撕横遍野 他就直接这样讲啊 然后民众党的这个市议员在政论节目上也说 我们柯文哲或许没有能力当选 但是他绝对可以决定谁来当选 他根本没有管台湾的未来 要政党轮替 唯一以政党轮替为唯一想法 然后为了政党轮替 他愿意做一些妥协跟退让 没有喔 他就是在算计 哪边给我的利多 我要搞谁破坏 我要怎么样 那洪珊珊就更那个啦 他或许根本是 也是民进党派在柯文哲身边的无奸道 所以之前他也都没事啊 那他之前其实一直都 在他当立委之后 一直其实就是跟民进党在头来暗去 就是譬如说 在立法院选座位的时候 明明民众党都坐在国民党的那一边 他就要自己跑去跟吴思瑶坐 然后他在耶 再合拍个照 你自己在立法院偷偷去跟吴思瑶坐 你就算了 你还要公开照相PO出来 你就是要让绿的人喜欢他啊 因为他可能在打了一个主意 所以2026年可以寻科匹当年的模式 民进党不提人 你让他我们一起拉下国民党 黄珊珊就是这个诉求啊 在民进党那边去卖啊 所以我们一起拉下国民党 不要让万二的蒋万安继续当选 连任 所以他还打了这个主意 那为什么他这次这么难看的公开上网 公开去投书呢 反对这个翁晓玲的限述法咧 为什么 跟他被约谈有没有关系呢 是不是民党 或是我们司法检掉拿出东西说 我手上有这些啦 我要怎么办就看你怎么表现 所以他出来就说收到 出来他就表现给金上看嘛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要不然之前还偷来按去的 为什么约谈两次以后 马上再也不演了 直到连他自己都被民进党的支持者 去民众党的支持者洗白以后 他才又说 哎呀我还是会配合党团的共进退 黄珊珊自己也在包牌啊 先是表演给金上看 说我骨子里面还是宣誓效忠的 不相信我投书给你看 然后等到被民众党的支持者 因为你知道他现在 属于一个风雨缥缈的阶段 民众党根本没有两个太阳 民众党的太阳就是黄国昌啦 只剩下黄国昌 有号召支持者的能力啦 黄珊珊是一个连党权都被停权的人 所以当时柯文哲 本来党权停了不分区就应该没有了 结果柯文哲还保他的不分区 这就是一个包牌的最好的象征嘛 那黄珊珊现在也是啊 他凭什么在内部去跟黄国昌争 他没有办法去跟黄国昌争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游走于两端之间嘛 那我告诉大家啦 更可悲的是 2026年民众党在台北市议员的小鸡们 一定要有一个母鸡代表 我告诉你他们小鸡也不要黄珊珊啦 因为黄珊珊如果在代表民众党 参选台北市长的话 民众党的小鸡就掉一堆啦 对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他添加五种EGF 他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杏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夫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